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龍哥 本土疫情昨天案例又好多 防疫概念股還有高點嗎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不是問我 你懂我意思嗎 你要問誰 問時鐘 沒有啦 我的意思就是 我不是過去在講防疫概念股的時候 過去就好幾個月之前 曾經有疫情的時候 一月份的時候 這很簡單 防疫概念股就是 疫情越嚴重 他們就越怎樣 越會漲 就這樣而已 沒有疫情他們就跌下來 回顧一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Omicron 然後那時候不是 我們本土疫情 好像一副要壓起來 對不對 一副要很嚴重的感覺 那全世界那時候也在大流行 我們的防疫股毛寶那時候也大漲 結果呢 漲完一波也就回檔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經過一月份的時候 我們的本土疫情 是不是過年之後 就慢慢慢慢就往下降了 我們是來成績 出去一度歸零 記不記得 那防疫概念股 當然就底下來了 那現在因為疫情 今天本土好像又 100例了 多一點 100例還多一點 那 防疫概念股 你看到就很強 所以剛才小編的問題 大家不用問我 大家只要緊盯電視就好了 如果我們本土的案例持續創新高 那防疫概念股就還有高點 如果不再創高了 防疫概念股 可能高漲政策就要下來了 這樣解決大家問題了嗎 好 所以這個是基本面的部分 那 可是這個部分 有時候等你 回過頭來看我們這個 記者會完之後 你才來下決定 可能太慢了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等他到數字之後 數字創新高 那我隔天早上再來追防疫概念股 那可能太慢 你可能會套在 為什麼 昨天公佈假設創新高 結果今天下午2點是大減的 問題是你昨天看到你今天早上來追 今天下午2點公佈 那你怎麼辦 你死定了 今天可能就開高走低 那明天可能就直接掛了 所以如果你看數字要來決定你的操作 我覺得慢了 我覺得慢了 你會慢人家很多拍 所以我是跟你講 觀察是這樣觀察它高點相對位置 但如果你要操作防疫概念股 我會比較建議這種技術面的層面 因為我相信 凡事有人找 我剛才是破音 凡事有人早知道 總是會領先反應在這個股價上頭 有些大戶主力 他們想拉抬這個毛寶 他們總是會想辦法先拉 或先殺 他們的動作會領先反應在股價上面 所以這個時候你用技術面來作為防疫概念股 你要決定要買賣的進出的依據 我覺得會比你看那個數字來的好 完全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你看數字會有點落後的感覺 就你等到看完了 你也不能下單 看完要等到明天 那新的下午的數據你又不知道 這樣會比較有風險 那技術面要怎麼看呢 董哥禮拜二沒有跟大家分享對吧 沒有講 為什麼 因為我要留給我的會員 我在我的會員五報 禮拜一 是禮拜一嗎 禮拜一 就防疫概念股大漲的第一天嗎 我有沒有跟我全國會員做分析 防疫概念股 有 然後那天呢 禮拜二我雖然沒在這邊講 但是我很佛心來著的 我把我們禮拜一會員五報的部分的內容 講防疫概念股這一小段精華 我把它貼到了怎樣 王董的大盤籌碼的粉絲團 我有沒有叫你們去按讚 你有沒有追蹤 你有沒有按讚 你有沒有設定搶先看 你現在看到我這個影片 你趕快Facebook拿起來點 趕快Facebook搜尋王董大盤籌碼 去找看看你們這篇文章 你看到這個王董大盤籌碼旁邊有個讚 請你按下去趕快按讚 趕快追蹤 因為我講過了 我們每個交易日 都會擷取我們會員五報當中 可以跟一般投資人做分享的資訊 擷取兩段的精華 來跟你們做分享 免費的喔 不用擷 粉絲團不用錢吧 對 所以如果你還沒加入我會員的 或者你也不想加入會員的沒關係 你除了看禮拜二禮拜五的YouTube解盤 有很重要貼著盤面的解盤 就是你一定要到Facebook去按讚 因為每個交易日都會有一篇兩小段的文章 3月28號幾號 禮拜一 就禮拜一嘛 下午的通常是四點半 這天比較晚一點下午五點半才發 沒關係 反正都是有發 我幫你統一開頭再講本土疫情 一開始會講疫情的 這就是我會員五報的內容喔 我只把他截錄起來喔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更詳細的怎麼辦 加入不會投顧 加入不會投顧 那不用看那麼詳細的 那就看粉絲團 因為禮拜一 禮拜二五 我是二五直播嘛 我其他日子沒有嘛 你就要到粉絲團來看 要操作防疫概念股的話 你也只能照著技術面來操作 技術面有沒有 對照前一波疫情對於防疫概念股的影響 漲勢大概就是沿著短期十日均線往上 跌破的話就代表疫情恐慌削減 這時候就要出現回檔了 所以 紅色的部分有沒有看到 如果他沒跌破十日均線 代表他就繼續往上 那你要操作 就觀察哪一條均線就好 十日均線 我們 在這樣子粉絲團的文章 也會附兩張圖 每一天交易日固定就是兩張圖 那當天就有附這張圖 因為我前面在講防疫概念股嘛 我當天也附了這張圖 來請看這裡 三月二十八號 同一天 有106個人看到了 106個人看到了 再喊讚 趕快留言說你有看到 106個按讚的 就是這張圖圖 這不是今天才畫的 這上面寫三月二十八 粉絲團這邊也是三月二十八 就當天PO的 我這裡給框起來有些什麼 十日均線是防疫概念股的短線觀察 我這邊是不是特別畫出來 為什麼 你看喔 這邊大漲之後有沒有回檔 可是守住什麼均線又往上 十日均線 然後跌破十日均線開始怎樣 大幅的修正回檔 然後這一波又從十日均線又站上十日均線開始了 這是禮拜一的圖 包括我會員五報也是給他會員分析這一張圖 這是今天的 有人可能覺得他太小張 我給他放大 同一張圖 三月二十八你看清楚來 有沒有 沿著十日均線走嘛 大漲之後也回檔嘛 但是十日均線沒破就去往上嘛 直到真的跌破就往下了 這是今天的茅寶 這是禮拜一的圖 這是今天的茅寶 茅寶在禮拜一大漲上去 在這邊 禮拜一是這邊喔 禮拜一是跳空漲停對不對 有沒有回檔 有 這個是隔天直接開低 為什麼 小編為什麼隔天直接開低 你記得嗎 因為我們疫情那天 下午兩點不是公布好像變成三十幾例而已 有沒有 本來是 本來週末好像八十幾例嘛 突然變三十幾例嘛 是不是大減 那大減 那大減防疫概念股就怎樣 沒細暢嘛 我剛才講了嘛 會波動嘛 這跟著大跌 前一天檔心碼 隔天直接開低重挫 問題是 十日均線有破嗎 沒有 然後就 然後就再往上了 就這樣而已 很難嗎 要檢查你是不是確診 就看有沒有兩條線 你自己去買快篩 來驗 看有沒有兩條線 兩條線你就確診了 恭喜中獎 包括你生小孩 懷孕也是兩條線 要看防疫概念股就一條線 哪一條線 十日均線 差點以為你要回我生命線 十日均線 那接下來怎麼看 有人說 董哥 這邊十日均線還比較近 可是它漲很多啦 十日均線的距離越拉越遠了啊 我現在如果看十日均線的話 我覺得 假設我有買 假設就是投資人說我自己有買的話 你這樣 我的停力很麻煩耶 要不要介入也很麻煩啊 所以極短線來看 波段你還是看十日 它整個波段要結束就是十日 整個波段要結束就是十日均線 但中間也許會震盪 這個中間的震盪 你今天就是看今天要爆一個最新的大量 四萬多張 五萬多張了 就看今天的爆大量的低點 今天爆大量的低點 就決定了短線的強弱 今天爆大量的低點如果跌破 短線就直接回檔先修正 震盪不管 反正會不會再創高 如果十日均線守住 當然還有機會創高啊 但是短線就會先修正 那不小心搞不好就下去了 都有可能 所以短線如果跌破大量低點的話 如果你有你要先剪碼 如果守住大量低點耶 今天開高走低要不要害怕 今天爆大量開高走低要不要害怕 交多少次 交了幾萬次 我就那句台詞 小編幫我講 不看單一K棒 你少了一個字喔 不要看單一K棒 你少了一個那個字 哦 你是不想幹是不是 不要看單一K棒 短線就看大量低 因為五日均線很靠近啊 所以五日均線下禮拜就上來 所以你可以五日均線跟大量低點一起看 這兩個都是短線 你看 兩個如果很靠近就一起看就好 這兩個如果都跌破你就要做減碼 因為短線轉弱 那波段的位置你可以賣一半嘛 那剩下一半你就看哪一條均線 十日均線 這康納香啊 康納香 禮拜一耶 跳空也是漲停板啊 禮拜二直接摔下來耶 有沒有很逼近十日均線 禮拜三有沒有很靠近十日均線 請問十日均線守住還是跌破 守住 所以它繼續漲啊 跟我講的有沒有像 有沒有一樣 不是跟你講防疫概念股看哪一條均線 十日均線 十日均線 我跟你講齁 現在台股是量縮的情況對不對 台股是不是量縮 對 在量縮的情況大環境在量縮喔 如果有一個族群連續出量 形成我所謂標股的形態 什麼叫標股的形態 量滾量嘛 我們今年一直在跟你講成交量的重要性對不對 有量就有 假 來啦 這叫毛寶啦 本來沒量啦 疫情開始了 快死瘋狂出量 而且這是量滾量的形態 有沒有這樣 喔 這什麼形態 卡納像也是量滾量的形態啊 所以他們有沒有這樣 所以你今年跟著老黃學 你要記得 成交量很重要 標股的形態都是量滾量 我不是在節目上講過了 如果你要找主流短線的強勢股 就是找什麼 出量的股票嘛 就這麼簡單嘛 那 康大鄉今天跟毛寶一樣也爆出大量了 所以 極短線來看康大鄉 看哪個位置 今天的地點吧 作為短線的支撐嘛 極短線 那波段還是看哪一條均線 十日零線 這些都是 什麼 口罩啦 然後清潔劑啦 那 寶齡附錦是這個 篩檢的測計啦 也很重要啊 因為如果 接下來假設要 我說假設 我不知道有沒有 假設 如果要全面普篩的話 或是什麼地方普篩的話 請問 篩檢這個四季的用量會不會很大 會 當然我是假設了 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 但大家的題材想像嘛 這個量 爆了一根 就沒量了 這我們講過很多次啊 這個叫後面 就沒有買盤了 所以它的股價就回檔了 你真的要看到 連續強勢噴出的股票 就要像這種的 就要像這種的 什麼 量一路往上的 你會說 這根量怎麼那麼少 因為漲停板 跳空漲停 你買也買不到 正常的 你看這量是一路往上的 那 它現在呢 連續兩天出量了 所以對於寶齡附錦 比較好的走勢應該要怎樣 繼續滾量上去嘛 那今天這樣開高走低 完全無所謂 那萬一沒有量 那就回來震盪 所以量很重要 再來 你要看支撐的位置 我們前面講的防疫概念股 看十字均線嘛 那他這也算防疫概念股啊 那過去你看 這天大漲 禮拜一大漲之後 禮拜二回跌 有沒有守住十字均線 有 也是有 然後就漲上去之後 現在當然還是看十字均線 只是他的月均線跟十字均線很靠近有沒有 我這裡就認為 你要把兩條線一起看 這樣懂嗎 因為十字均線跟月均線很靠近 你看十字均線跌破 你把他賣了 你馬上通月均線啊 是砍在一個很奇怪的位置嗎 所以這兩條均線就一起看就好了 這樣懂嗎 那短線就關 因為大量的低點 董哥今天爆大量耶 前面的毛寶 看阿香臉都說要看大量低點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也看大量低點 也沒錯 可是因為均線離大量低點 他下禮拜上來的很快 所以我現在給你個結論 以保齡附近來看 這個位置 大量低點到月均線十字均線這個位置 下禮拜的回檔都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短線都還可以在多頭的範圍 就還有機會再反彈 當把這邊都跌破的時候 那就要怎樣 Say goodbye 你今天唱得有點心虛 這樣 你要不要再唱另外一首 Sayonara oh Sayonara oh 不會嘛 要勇敢講出去的答案嘛 怎樣你是怕 你為什麼要被發生這些事 不會啦 我跟你講啦 他這段手術 他長上來 假設有手術反彈上來 這根爆了一萬多張是波段最大量 對 這一個會不會變成一個壓力 會 所以他長上來 如果這邊沒有量 量就開始慢慢收下去 就算反彈上來 他也要在這邊震盪一陣子 所以這邊最好是有量上來 你有量上來才可以消化這個大量 然後才可以過上去 那你最簡單 你從技術面最簡單看就是 這個大量高點要不要過 要 過了才能怎樣 換手成功 才能繼續再往上走一波 搶搶 王以龍老王吉普會投顧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致付投資風險